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门重行路 倾诉诗行第一 数位同修 及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请大家翻开 倾诉咨询第一 三十五页 三十五月第三行 从这个名题放参半 这里看一下 岳地安藏 岳坐齋 齐明曰放参半 敬为此迷 胜于五齋 相言承袭久矣 喜有尊数 闻灵防身 午后坐时 不解气象 悲佛法之灵意也 故身境过午时 放夜时也 离言 人间晚波坐身 恶鬼焉中其佛 乃于 乃于肉身 人间 而针肌盘移 音响彻其耳根 又尖煮喷炮 心香发起鼻视 望慈悲之讯 自口户之意 以心安慰 可言 窗爲指宝 vivir之河 心酷 登台之宝 依域之河 浮域之河 浮域之河 乎河 过河 雷 驳之河 多佛之河 或河之河 寛楼之河 modes 不知足之盛 這一條是 蓮池大師 當時他看到 在浙江紹興一帶 這個月地這邊這個淺樹 有註解 浙江紹興一帶 殘禪安居 那個時候啊 明朝 末年 禪風還很盛 殘禪的人很多 很多寺院成為禪寺 夜作哉 每一碗 都 做飯來吃 齊明月放餐飯 那晚上啊 這個 做飯來吃啊 他的名稱叫放餐飯 就是餐禪過了 那這個 休息了 大家呢 來 吃飯 敬為 此彌 這個此就是奢侈 彌就是 浪費 也 勝於武哉 就是 晚上這個放餐飯啊 煮的啊 比中午吃的還豐盛 好像我們辦宴禧一樣 吃的很豐盛 敬為 此彌 敬就是 互相在 比賽啦 看誰 放餐飯 這個餐飯 做的比較豐盛 比較好 我們現在話講啊 美食 做的比較好 那就很浪費啦 很奢侈啦 相言 晨習 久矣啊 這個互相啊 延習 這個風氣 已經很久了 大家互相看 那一家寺院啊 餐飯 做的 放餐飯 做的 很豐盛 我們也要跟他一樣 甚至啊要 超過他們 變成這樣的一個 風氣 這個 一段 就是 林子大師講 當時 試驗 在那個地方 看到這種情況 那下面呢 林子大師就舉出 這個 過去的 遵則 遵則 就是遵則 遵有遵數 吻林防身 午後坐時 不絕氣下 遵併佛法之靈儀也 故深境過午時 況夜時也 遵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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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老 大德 听到隔壁房间的僧人出家人 过午之后他还做饭吃饭 不觉气下不觉就是眼泪就掉下来 悲佛法之灵于也 悲是悲伤 悲伤佛法 淋漓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衰了 这个 悲碳佛法的破败 没落 衰败 所以佛的戒例就是 生净过午时出家人 受这个杀明戒 就有过中不死这一条灾 那过了那个中就不吃了 何况夜食 这个夜食就是 吃宵夜 甚至晚上睡觉前还要吃一点 那这个就是太过分了 就不像出家人 那下面 这一段呢 是举出 举部 佛讲的 举言 人间晚波作生 就是我们 这个在沙弥利要 叫 生柱 里面也有举出这个 公案 还有经典里面佛讲的 就是人间我们 晚上 如果这个碗 波 那个 碰撞的声音 恶鬼 冤中其佛 那个恶鬼呢 他的咽喉就其佛 他看到人间在吃饭 在这个 做饭 听到这些声音 听到这些声音 那恶鬼 他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 他的咽喉就 起佛了 那个贪欲之佛就 起来了 那会堕到恶鬼道啊 也是生前的这个贪欲 贪啊 堕恶鬼道 宴中的起佛 宴中的起佛 那么在例 里面讲到 那以肉身人静 就是 月身人静的时候啊 这个 大家都休息啦 而 真姬盘宇 这个真姬盘宇 这里啊 就是说 我们煮饭啦 煮菜啦 锅啦 锅碗瓢盆啦 这些 音响啊 侧其耳根 那这个就 你要动这些锅啦 动这些碗啦 要去炒 要去炒 要去煮 要去炖 要去炖 要去泡 那煮出来那个味道啊 辛香发起鼻刺 那 恶鬼呢 听到 闻到那个香 吃不到 他就很痛苦 忘慈悲之讯 就是忘记啊 佛在 戒经上啊 教导这个慈悲的教训 把佛这个教训都忘得干干净净 这个大家都去受过三坛大戒 那大家想一想啊 三坛大戒啊 就光这一条 都做不到 那其他呢 那其他呢 也就不知道了 在这个忘了 慈悲之讯 自口腹之义 自就是放痴 放纵自己这个 贪痴啦 这个口腹之义 就是贪 贪痴 他就 忘记啊 佛在 戒经上 讲的啊 那些恶鬼没得吃啊 没得吃啊 他饿得 很难受啊 就好像我们肚子很饿啦 那看到别人 哦 那吃那么好吃的东西 那我们看得到又吃不到 那不就更饿了吗 更感受到这个饥饿的痛苦啊 所以这个要常常记住啊 佛主啊 慈悲之讯 所以自口腹之义啊 疑心安忽呢 就是 你放纵这个 口腹之义啊 那这个 对自己这个慈悲心啊 我们一般世俗讲 良心 不安啊 怎么这个心会安呢 想到这个就 心不安了 这个也是 相信佛教育的人啊 他会心不安 他如果不相信的人啊 他没感觉 但是现在没有感觉啊 那将来 墮落到恶鬼道 那就有感觉了 所以一般我们 世俗啊 这些圣贤啊 也都是这样教导 我们看了凡视讯啊 这个了凡先生讲啊 当人啊 有的吃 有的穿啊 要想到还有多少人 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人 没得吃 所以我们有这么一餐饭 可以吃 要想到啊 这个地球上啊 还有多少人 他没有粮食的 你看非洲 这个伊索皮亚 二都饿死了 那我们在贪 在太过分 甚至浪费粮食 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个福报啊 损得多厉害呢 这个东西人家没得吃 我们放到坏掉 就丢掉 良心何安啊 所以这个 都有因果啊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一定啊 要改过啊 我们听这个 知数 知门重行录啊 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听故事 听完就完了 这样对大家就没有帮助了 听了之后啊 我们要不断去改 把这些我们不好的地方 古代的这个标准很高 我们一时做不到 那个标准 但是我们要慢慢的改进 慢慢向这个标准靠近 这样才会进步 将来才不会堕落 如果 我们不改 那将来肯定要堕落的 这个也是 可以肯定的 过去我们敬老和战常讲啊 现在我们 出家人啊 这两条路啊 一条你往生极乐世界 一条哦 这是第一 这个当中没有选择的 所以这碗饭不好吃啊 过去我们敬老和战常讲 世间各行各业 哪一行饭 都比出家人这碗饭好吃啊 因为呢 人家居士到寺院来 恭敬供养 来发心做义工 他为什么来 他是要修复的 啊 来佛门啊 做一点义务工作 来布施 来供养 来扶持出家众 修行的 自己如果真修行有成就 他们真得福报 那如果我们自己 修行没有成就啊 那就 欠人家的债了 所以 施足一粒米啊 大如虚泥山啊 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 这个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把这句话忘记 一天过一天的 糊里糊涂的 到最后呢 就到第一句啦 不能不警惕啊 那么下面这一段讲啊 佛曰 中夜鸡如之河呢 中夜就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 这个中夜鸡啊 就是哇 那时候肚子饿得不行啦 有一些人 胃肠有毛病 他饿得会 会痛 他要吃一点东西 那这个等于是当药 当药子 所以中夜啊 如果你到晚上这个 十点到两点 饿得花方了 不行啦 这个则带于果和饼耳之类 那果和就是 果和就是 像水果啦 或者是那个 饼干 饼干这一类的 这个吃下去就可以冲击 这个是 这个是 等于是 当药用的 要死 像前一阵子 我吃那个血糖药 血糖药吃多了 那个糖温降低 晚上啊 这个 糖整个降低 整个身体发抖啊 那那个时候 给我外甥里 买一些 那些什么 消脂肪的饼单 那个 那个 本来他规定 一次只吃 吃一个 那天饿了 吃了两个 吃了两个就 那个 血糖啊 就 提升一点 所以这个是 可以预备啦 如果 饿了再吃 那不饿也不用吃啊 像 我们现在十点都已经睡觉了 十点到两点都睡觉了 那个 醒过来大概天就亮了 所以在中叶啊 这个饿了 这边就是说 你准备一点 或者是坚果类的 这样去充饥就好 你要去 不凡啊 锅吊子饮 这个 就是 你在这个洞厨房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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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菜 煮面 煮汤 就 不要 很麻烦啊 去动这些 锅吊 因为我们出家人啊 生活越简单 越好 你弄得越多 你就越麻烦 你很多时间就 消耗在这个地方 旷持过舞者 舞后自明 不识先悟 那么 持舞啊 实在讲是持中啦 就是说 舞后到天亮 这个当中就不吃了 不识先悟 这是 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 我等晚有药食和不知足之神 晚上都有一餐药食吃啊 你半夜还要再吃 等着吃宵夜啦 真的是太过分了 那半夜如果这个 饿啦 就是说 你准备点 饼干这一类的 就不要再去 动锅 不要去动这个锅碗瓢盆啦 去煮 去碰撞那些 碗锅的声音啦 饿鬼天道啊 会很痛苦 饥饿 难忍啦 这是养我们的慈悲心 所以晚上啊 这种放小蒙山 这个也是 吃食鬼神 受力加持啊 让他 暂时可以 接受到饮食 这也是跟这个 恶鬼道的众生结缘啦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这篇这个群树 它 有附带呢 那注节啊 也不少 那这个注节 也很值得我们参考啦 它第一段是讲这个 这个 有一个医师的 观点啊 他说 池五啊 实在是合乎健康长寿的条件 这个是 确实的 就像我们中国古人也是讲 这个 早上吃的好 中午吃的饱 晚上吃的少 晚上不要吃太饱 像我这个晚上吃 如果吃太饱啊 那一晚上就不好睡啊 因为你 晚上消化 没有在动 你白天有在 有在劳动 有在运动 有在运动 消化比较快 那晚上 吃饱 大部分大家都休息啊 没有在做事啊 除非你说 什么加班啊 夜班啊 那个 那个 才能消化 如果吃饱了 就是睡觉休息啊 的确啊 对 胃肠啊 是最不卫生的 对胃肠的不好 不卫生 这个的确是我们可以证明的 我自己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一出家啊 我们敬老和尚就 叫我跟日常法师学协力 所以 出家前一天还吃午餐 出家之后啊 过午时了 那这个连职大师啊 还有开园啊 弄一点饼干啊 那个日常法师是 什么都没有 那刚开始很不习惯 但是过了三个月呢 习惯了 慢慢适应了 他觉得晚上没有吃啊 那个心特别静 人会瘦一些 但是这个也是 没有关系啊 因为人 你吃的太多太胖 病就比较多 反而瘦的人啊 病比较少 那么道家养生也有讲啊 这个肠中啊 肠胃当中要清静 所以道家也很讲究 他怎么修肠身不老 这个饮食才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 那还有这里也挤出 李秉兰老吉士 九十多岁啦 我们老婆上讲啊 他一天吃一餐 而且吃的量不多 但是他工作量很大 我们老上啊 他没有管道场啊 李老师啊 他还要上班 还要奖金 还要到 中兴大学 中国医药学院去上课 因为他是医生啊 因为他是医生啊 还要管理道场 行政事务 所以要跟他 约见面的人啊 没有四千 一个星期 约啊 你临时去找他找到 那时间都排满了 所以我们人啊 这个消耗能量啊 能量啊 大多数消耗在妄念 胡思乱想 这个我们古人也讲啊 饱卵施淫义嘛 吃饱的穿卵啊 那就会想那个淫义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比丘 常带三分病啊 无病贪欲就生起来 你吃的太饱了 吃的营养过剩啦 那特别啊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啊 那坐在那边 就打妄想啦 因为烦恼习气就起来了 贪欲啊 就生起来了 世俗的人是这样 出家人也不意外啊 饱卵施淫义啊 饥寒 生道心啊 所以控制的好像不饥不饱 好像这个以前残堂啊 他吃午餐 他午餐是怎么吃呢 少量多餐啊 就是你这个肚子保持一个 不太饱 也不太饿 太饱了分成 太饿了 身体发慌啦 这个都 有妨碍啊 餐残打坐 那保持一个不饥不饱 那这个是最适合的 也没有 很饿 也不会很饱 这个才是最健康的 那我们练佛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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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出家人啊 要这个要修啦 那我们如果你还做不到说 天天过中不死啊 也可以 八观灾界 一个月看到修 几天像六灾十灾 初一十五 这个也可以 灾就是过五不死 过中不死 那八观灾界有什么功德利益呢 这边啊 这边啊 讲修净土啊 如果加持八观灾界啊 那往生啊 就 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练佛最后一刻就是 灵终那一面 那灵终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 一心不万 心不颠倒 那很容易 我们旺恋风灰啊 随夜流转 就不能往生 所以他这里提出要修经啊 也有经典的依据 那要修经 讲啊 这个 持八观灾界啊 一年啊 或三个月啊 以这个善根啊 发愿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这个信念啊 还 还不 祭祖还 不太到位 那如果你 发现持八观灾界 听闻到 世尊 要师流光如来的名号 那灵命中就有八大菩萨呢 来保送你往生到基督世界 那这个 他这里是引用这个 啊 要师经 那实在讲 观五量寿和经也有 中品上身就是持八观灾界 一日一夜 以这个功德回向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中品上身 这个 持界有三个灾业 就是农历的增业 五业 九业 像 现在是五业 就是灾业 灾界业 这个等于是啊 补助我们念佛 如果 念佛啊 还没有念到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那你持这个灾界啊 那你持这个灾界啊 你有只要祭足信念 这个灾界啊 也能帮助我们 顺利的往生到基督世界 那这个在观经上 有 在药书经上 有 在药书经上 有 所以我们读沙弥 利 利药节路啊 也讲啊 这个 过中不实啊 得一心 我们练佛不是要一心不乱吗 我帮助我们得一心 如果一天到晚在忙着吃着 那个心乱糟糟的 那大家想一想 怎么得一心呢 那练佛练佛 哎 晚上要吃什么 这个 大家可以去 想这个问题 我们真正要修行 慢慢接近这个 不能一下子断 慢慢断 那不像我出家呢 一下子断 那是断断 那现在呢 大家做不到啊 要慢慢的 来靠近 这样我们学习这个 对我们都有帮助啊 如果我们不照这样来学来做 慢慢往这个标准 靠近 好像听故事嘛 听一听 跟我们没关系 那我们就得不到受用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不会增长 乏喜充满 阿弥陀佛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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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